這有空耶 兩枝蓋下去 會做要流掉嗎 對啊 兩枝蓋不變這樣就要滴下去 對啊 奇怪 這是燒焙波嗎 對 這是頭一項的燒焙波 來 我們現在看怎麼做 第二項來 我們水裡面 一定要記得 參加一點點鹽 不要太鹹就好了 好不好 它只要有鹽 陳小姐不要喝蛋花湯 我們不煮蛋花湯 你放鹽在裡面 鹽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什麼好處咧 因為你這個蛋白碰到鹽的時候 它凝固的速度很快 你知道嗎 現在煮起來你的蛋包 你就不用再溫蛋溫腮了 吃起來不會翻掉 沒有人說吃包蛋 還要煮一塊鹽嗎 不會漲氣 不必 這是第二的燒焙波 現在要怎麼辦呢 我們開始來處理 首先這個蛋 不能直接蓋著就放這樣不行 萬普香去拍完 去塗到這個新鮮豆不太好 一定要炒不太好 這樣就不好 不太好 不太好 來 我們先怎樣 我們先蓋一個碎碗裡面 是… 我們現在有鹽對不對 是 這支蜂子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現在這個蜂子 你先放在裡面 滾水上這個蜂子是不是很燙 是 來 我們現在把它放下來 它就馬上凝固了 它就在往裡面就凝固了 對啊 你如果要吃那個 無分熟的兩人像起鍋那種 有嗎 軟軟的 來 我跟你說 現在水滾下去了 完成了 來 你把它灰 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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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裡面用燜的方式 燜的方式 它倒的速度就很慢了 但是它的多兩千會定度 會變硬 可是蛋黃會變軟 用一個浸 用熱水把它跑 對 小火慢慢煮慢慢煮 很多人要吃這個很軟的 對 因為它滑溜滑溜 我們現在讓小朋友看 我現在用這個方式 它已經固定了 有嗎 來 我就讓普京還沒熟 但是你現在給它看 很漂亮 可以彈一彈 對… 但是讓它比較熟一點 就是耶 讓它比較熟一點 來 你如果要比較熟的 你就給它煮一下 你不要比較熟的 對… 那就煮旁邊好了 這麼漂亮 來… 來 這是煮五分熟的 是… 看起來這樣 你現在慢慢看 有一點點蛋黃流出來 現在要吃的時候 來 我們放一點點的蔥花 這樣就好了 你說感冒 有夠嗎 因為剛才裡面有黑糖加鹽 我穿鹽 這個時候的兩清會覺得吃起來更甜 滑溜啊滑溜 是 中華的陳小姐 不知道說這個撇步 你有萬一嗎 可以用很簡單的濾網 相信說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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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阿基仔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漂亮 好漂亮 對 觀眾朋友 阿基仔頭吃步時間又到了 今天阿基仔要教我們什麼樣的頭吃步 阿基仔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教我們什麼樣的頭吃步 好 我們今天要教觀眾朋友有頭吃步的什麼東西呢 怎麼樣煮蛋花湯 喔 蛋花湯喔 超奇怪 蛋花湯就蛋花湯有什麼頭吃步 對啊 就整個拼過 不是喔 有時候 你如果沒有一點點沒教 沒有用一個頭吃步的方法 在裡面你把它拼下去 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煮到硬硬硬 兩種會翻黑 因為它有一種硬化鐵 鐵就鹹會翻黑 第二種就是你拼下去以後 你在想說怎麼煮太硬 我火又不要滾 不要滾 怕會變黑黑這樣 這樣會變爛爛耶 很爛爛耶 很爛爛耶 來 吃一個補貝 這就是第一次補的東西 你看看 醋 對 今天我們注意看 來 醋把拼在兩個裡面 好 要放多少呢 沒關係 你做你把它放 放 一般來說 我們差不多兩顆軟 我們的白醋如果拼下去 它差不多拼一茶匙的量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像我們湯匙 拌湯匙這樣 你 一定有人會去想說 這醋就像煮在那邊拼的 你現在拼下去 這樣煮得起來 其實我們這個醋下去 它這個蛋白痴 可以讓它 在這段 我們中間煮的時候 它會煩惱 它會煩惱 我們注意看 給觀眾朋友看到 有看薄薄粉喔 好嗎 薄薄就對了 對 我們一般叫做琉璃芡 薄薄就對了 對…薄薄就對了 我們現在煮好這個東西 以後 我們就要打蛋花 是 打蛋花下去 因為我們就放燥 所以說你拼的時候 不要探望 揉著做一次拼 你看看 我們就這樣 來 輕輕地拌開 有嗎 拼拼 是 拼輕輕地拼 這樣是不是柔柔絲 都照出來了 哇 有沒有 這是不是一招一招一招 就照出來 好漂亮喔 好 那一招就可以拼著 你看 因為這個醋 這兩招來 又包括 我們煮這個筋湯 的時候 如果蓋下去 它這個形才會凝固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很漂亮 所以我們這個 慢慢拼 然後我們要再動一下 再拼一下 對 拼一下就好了 你如果不知道 還是沒有拆軟 你放下去 整一招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 都煮得不成功 對 你看 我們要像一絲一絲 很漂亮 很漂亮 很讚耶 很讚耶 這樣滑溜了 對 這樣給你祝福 我們有時候在家裡 要打這個蛋花的時候 就可以讓阿基師的祕訪 來教導我們 如何打出漂亮的蛋花 非常感謝阿基師 跟我們的祕訪 阿基師 謝謝 謝謝 對 其實是很漂亮耶 對 像是那銀材一樣 對 對 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基師頭吃飽 時間又到了 阿基師要教我們 什麼樣的頭吃飽呢 有請阿基師 阿基師你好 美音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什麼樣 特別的頭吃飽呢 今天頭吃飽 要教我們觀眾朋友 就是煮环米湯 因為美濃湯 那簡單又好煮啊 這樣喔 就是那種便利商店 他可能說幾次是水 要把它搶下去 把它搶下去 這樣搶下去就好啊 那不好吃啦 那不夠專業啦 缺一味 對啦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割的頭吃飽 就是這個 來 這就是頭吃飽 這是什麼呢 這喔 你先沾一下看看 絕對對身體無敗害 還有可以真強它的娃娃 什麼 什麼 奶粉 奶粉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頭吃飽 小孩的時候 我都沒有零食 我媽媽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抗奶粉 他在嘴 趕快跑出去玩 都嚼自己在上顎 對 你現在會調嗎 現在不會調呢 不會調 為什麼 對 不會調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不會調是 這個東西本身是沒有油的 聚容的 你如果用油的就不可以 對 那不是聚容的 我小時候那個不是聚容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吃看看 來 那個滾水給我 好 來 所以我們用的是用聚容的 對 我們現在這裡有聚容 蔥泡的這個玉米濃湯的料 來 我現在先把它湯開 我們來做兩杯 我們來做兩杯 我們來做兩碗吃看看 是 這一杯的量差不多是 一百七十幾 一百八十四十 一百七到百八 對 水分 水分 所以說百八的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這個 碎電碗的水量 是一百五十 你一碗白白 一碗白白 我不要這樣 我會忍 一百五十 再來一點點 好 再來 好 三十一百八十 現在我們一樣 這樣走 好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四十 他這個一百的量 一百七十 好多一百八十 這樣 好 來 你現在一般 湯匙拌一拌就好了 好 好 來 湯匙拌一拌 你以前拌一拌就好了 拌一拌一拌 因為我們這是熱水下去拌 像蔥咖啡 那個燻水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一個濃湯了 來 拿一支水起湯匙 是 水起湯匙一般的量 一茶匙的奶粉 好 一茶匙不用太多 好 來 我剛才有說 這是基隆的奶粉 你再拌一拌就好了 你現在這個有蔥牛靈粉 我現在這個沒有蔥牛靈粉 來 我們來刺一拌看看 來 這個來 這個沒有的 沒有奶粉的 對 缺一味 缺一味 來 我們刺有牛靈粉的 有牛靈粉的 好 來 對 對 這就是我們的消費步 就是用我們這個 基隆奶粉去沖 很順口 讚 對不對 那個牛靈粉下去之後 它的味道是跳兩杯 這個就是加乘的效果 你如果沒有放牛靈粉起來 就是一般的水水 像辣粉這樣而已 但是絕對要會記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這個牛靈粉 我們現在是放沒有油的 沒有油是沾到上班族 我們就熱開水啤啤啤就好了 你沒有骨頭高湯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 一點點的消費步 你即沖的濃湯 一樣會很好吃 而且這個版話 應該是五星級 六星級的小費步 對啦 觀眾朋友 在在煮飯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困難 但是說 你就是小費步 可以提供我們寫信來 傳真來 聞到菜用的時候 我們會送你精美的小禮物 今天非常感謝阿基山 阿基山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對 這就是很方便的 對 鬆便的濃湯 對… 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基山頭吃沒時間到 有請阿基山 阿基山你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英哥的劉媽媽問說 煮玉米濃湯 那不是這樣糕糕很難看 不然就這樣結尾球 要讓 吃…大球四球 不像在吃不完整的營 有什麼方法來做玉米濃湯 香好吃還沒結尾球 是 絕對有 但是我們需要蓋水的地方就是說 一般我們在家庭煮的玉米濃湯 是 大家有兩種情形 一種情形可能就是 我買隨即沖泡的那就好 但是 你如果不要用隨即沖泡 我們今天要給我們的第一步的部分 一個觀念一定要記 絕對不能記名就用菌水 好 來 我們今天這個要香 不會吸氣球 最重要的這個屁股在這裡 一定要這個米粉 米粉 用米粉 對 怎麼說你知道嗎 米粉裡面 不管你管梯 中梯 下梯 梯上的管梯 就是代表它的蛋白質的含量 多了就 蛋白質含量多還少 那你當然如果含量高 就是高筋粉 高筋粉 我們一般用中低筋就可以了 中筋 低筋都可以了 對 但是會記得喔 我們現在要用這個麵粉 等於就是要煮玉米湯勾籤 對 一定要記得 要炒過 這是我們第二的消費部 要炒過 你沒有炒過 米粉不會香 會噗味噗味啊 譬如說我現在 這裡手機拿這樣 這裡的狀況 是 我們這個比蠟來說 是 你料到沾得多 可能 不用十分之一 料到沾得多就不拿了 可能要提高 變成十分之二 因為你料到 什麼東西十分之一 米粉跟水的比蠟 喔 米粉跟水的比蠟 對 所以我湯裡面 譬如說我玉米濃湯 我如果要炒蘇果丁 洋火腿 蝦林 海鮮料 料很多 這個米粉就變得多了 我們有準備一個魯馬鈴 就是這種牛油香香 一點點的洋蔥 現在稍微 我們稍微看一下 是 來 我們用這個餅鍋 我們油不用太多 是 油不用太多 把它割進來 割進來以後 先讓它融化 讓它融化 所以剛才可以說 我們在融化這個油的時候 要小火 要小火 是 來 現在油開開了 先把洋蔥割進來炒 炒的是 要開火了 這個時候可以開火 不要緊 火就把它開開 這個洋蔥在切丁炒 這樣炒開的都炒成 對啊 炒到洋蔥變成透明的 現在變甜味了 對啊 好 來 我們現在煮這個米粉 我們現在看 我現在這個杯 是這樣 來 我都把它倒下來 全部給它下去 全部下 如果你動作慢的話 可以把火關小 你現在看我這樣在拌炒 這個粉都會開到整個鍋邊 是 你如果火開大的時候 裡面這些粉會變 我一顆一顆 現在米粉就炒開了 來 現在米粉就炒這個洋蔥 加造火了 對 加造火了 它結球了 是 是 2 3 4 5 先一半的冷水給下來 先用一半的冷水 對 你現在把它拿 它現在開始在變糕糕了 它不會結尾球對不對 所以我們沖的時候 要先沖冷水 先沖冷水 你現在沖冷水 你現在沖冷水後 來 我現在開始 沖冷水後 沖冷水後 對 現在攪拌 對 現在攪拌 3 3 4 5 5 現在沖冷水它就不會結尾球了 現在就不會結尾球了 我們現在把它看看 好 現在煮滾了它 它把它黏起來就黏起來了 好 是 很好煮啦 所以那個也是便利包的時候 對 要先沖冷水 對 沒錯 這樣喔 不怪我想說 這是什麼便利包 一點都不便利 我來是不會用啦 對啦 你前後順序沒有弄好 再來加玉米 這玉米顆粒 是 然後呢 現在把這個火腿進來量不要太多 好喔 每一項都剛剛好 我現在沖一點鹽就好了 好 這麼甜 可以啦 輕鬆煮 健康醬 對 這樣滾了就可以了 它就很穩定了 它就很穩定了 所以麵粉的那種 穩度程度比泰白粉還好 當然當然 因為喔 因為麵粉本身 跟水 才有功能啊 你泰白粉跟水本身 沒什麼一樣的作用 你結合的程度不夠 對 對 所以就不是結尾球 不然就這樣 不像玉米濃湯 不然就是煮起來 你拌兩拌 沾它就化水了 加上蔥頭又很甜 嗯 我感覺喔 在家裡 煮得比較是沉外面的便利包 有很大的不同喔 這英格的流氓媽媽 希望說 這個答案你會滿意喔 觀眾朋友你們在廚房 如果有遇到什麼問題 只是說喔 你自己就有一個很特別 特別的祖傳秘方 歡迎說下輩來給我們 今天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也謝謝我們的阿基莎 阿基莎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煮起來很漂亮 對 謝謝 你看看 你怎麼看 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基莎頭吃飽 時間又到了 阿基莎今天要來 什麼樣的頭吃飽 有請阿基莎 阿基莎你好 非常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什麼樣 特別的頭吃飽 好 今天最主要的就是 你有吃地瓜湯的經驗嗎 有多好吃嗎 要跟觀眾朋友怎麼來煮地瓜湯 喔 這樣喔 對 一般可能我們對地瓜湯的經驗 就是說 可能 湯煮得不漂亮 會黑黑 黑帶滷滷滷 還有還有灰水 對啦 到底灰水是有我們的標準 如果沒有 所以說有我們的標準就是說 除了營養分吸收以外 這個灰水有造成 譬如說 負面的東西吃到 因為營養味道不好 還是什麼 對 剛才看就不會清 是啦 對 這都沒有克服的辦法 有喔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說的燒屁股 就是在這裡 來 這裡 這個東西 這是 韓芷粉 韓芷粉是燒屁股 對 對 這樣要如何使用呢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來 在這裡 韓芷粉是燒屁股 這是燒屁股 你現在看 燒屁股 就是 水要先讓滷滷滷 我們今天的燒屁股裡面 這個豬股湯 說得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但是要做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頭這個動作 是我們現在說的這個 韓芷粉 對 來 韓芷粉你把它捏捏 鼻瓜裡面 來 這樣勻一下 這是燒屁股頭一道 是 第二道你看 現在水是不是滾了 是 水滾了之後 火呢 把它勻一點 勻一點 不可以讓它繼續滾 滾了 先關火 關火 關火呢 水就不會滾了 但是這個時候 它的溫度不夠一百度 怎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豬股現在 第二的燒屁股 這個豬股 我們就把它放在裡面 韓芷粉 剛剛八九十度 韓芷粉就水熟了 水熟了之後 它的豬股裡面 很不停 但是粉會熟 對不對 來 拿給它看 鏡頭看 來 好 來 來 你看 這樣浸在它 你看 這個豬股是不是 有什麼粉熟 是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有紅袋 對 紅袋就是豬股 剛才湯的時候 它不能飛水照出來 但是讓韓芷粉吸收 所以這是紅袋 這是豬股 這是豬股 這是第二的燒屁股 第三的燒屁股 快拿我來 來 放在水裡裡 淋水嗎 對 淋水裡裡 放在淋水裡裡 是 淋水裡裡 趕快讓它降溫 為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在路邊 黑白切 黑白切豬股有沒有 吃得很溫 很軟啊 對… 對 來 我們現在趕快降溫一下 降溫的功能有兩種 一種就是讓豬股味 因為我們剛才八九十度的溫度 繼續冰衣冰 第二種 清潔清潔水來洗一下 不會有後手的聲音 不會有後手的聲音 所以就要冰了 對… 現在要下鍋 我們三個佩服都說完了 要下鍋 來 很簡單 薑絲 蔥 檢查都放好了嗎 是 來 這是滾的 是 來 火 看得出來 火金條不要緊 來 火金條 金條不要緊 來 來 水底好搭 是 來 先把它放在這個湯中 是 來 老闆 豬股湯 是 好 來 這個湯是不是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你可以客氣吃看看 來 你看 這裡滾溜 這個湯 一般煮豬股湯的湯 我們就用清水餐鹽就好了 不用什麼雞湯 什麼東西 因為豬股湯本身很鮮丁 觀眾朋友 你看 豬股湯煎而已 清清的湯 對嗎 對 清清的湯 一般我們在家煮豬股湯 是用水滾 豬股把它切切 抓住它把它拼下去 煮起來 煮起來 已經老了 會老了 老老了 老老了 還有灰水 對啦 剛才看就不會清 是啦 我們來品嘗看看 我們先吃豬股 好嗎 軟了軟了 比較特別湯 不會 滑嫩又可口 對嗎 豬股湯 你現在吃豬股湯 你現在吃豬股湯 覺得有一個湯很湯 有什麼 對嗎 因為本身它有一個糖的成分 是 這個糖是西糖的糖 不是我們藏糖去湯 所以我剛才說 不用用什麼雞湯去煮 因為我的香味才吃得對 滑溜滑溜這樣 很棒 很讚耶 這個像 這年這年 媽媽 你煮軟軟湯 我不敢欠你 現在你有看到這個嗎 軟軟軟的小伯母 要加韓芷粉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小伯母 如果說半湯用糖 晚上就煮給老公吃 老公會覺得說 因為你的金黃湯 才不會太清 不會 這是工夫 這是阿基師的小伯母 希望說 對你的晚餐有幫助喔 各位觀眾朋友 在你廚房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小困難 或者是你自己有小伯母 可以寫信過來 就是說傳承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製作單位 採用的時候 我們會送你精美的小禮物喔 今天非常感謝阿基師 謝謝 阿基師 謝謝… 謝謝 其實湯也是不錯的 很清 最好它沒煮 沒煮 沒煮 阿基師頭吃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基師頭吃飽 時間又到了 有請阿基師 阿基師你好 朋友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屏東的陳小姐 有時候會來問啦 說那個金針木耳湯 很像一碗 實在是很營養的 不過它的設置 都這樣 黑黑咖啡色 都滷滷 會影響口感 這樣有辦法改善耶 有 有辦法改善 真的嗎 真的嗎 有辦法改善耶 讓我們的金針木耳湯 變輕耶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這是什麼 這喔 來 這不是搖頭丸喔 你手來 好 再來 這個要給我撲頭看 你